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朋友 你們今天做了運動沒有? 快點跟著我們跟美雪一起 動動手、動動腳 記得要找個不會遇到自己的地方 我們開始跳舞吧 寶寶節 寶寶 寶! We are cats and the giant tortoise Lovely animals We are one big family Animals are like you and me We are one big family Animals are like you and me We are we we wah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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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做完運動之後 快點坐下來和我們一齊欣賞 小紅紅劇場 津津在這裡做甚麼? 她在等著誰呢? 這個時候,門鐘響了 晉晉很興奮地開門 嗯,是包包和威威 哦,原來晉晉約了她們來家玩 晉晉很開心地邀請她們進來 但當包包和威威搭入晉晉家的時候 她們都被眼前的鏡像嚇了一跳 哇,晉晉的家實在太亂了 嗯,她們都很疑惑 為何晉晉可以把家裡做到這麼亂呢? 晉晉她就解釋了 因為她經常都沒有把用完的東西放回原位 久而久之,家裡就變成這樣了 包包聽到之後,就跟晉晉說了 下個星期就是農曆新年了 價格戶戶都會做好準備去迎接農曆新年 當然,不少得大掃除啦 大家都會趁這個時候,將家裡好好清理 還將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 包包認為,晉晉都應該好好準備一下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整潔的家裡來迎接新年啦 嗯,薇薇都很認同呀 就提議和包包一起幫晉晉進行大掃除啦 於是,她們就立即開始打掃啦 但是,晉晉的家裡實在是太亂了 不知還有多久才可以收拾好 所以,包包決定找好朋友小熊貓來幫忙啦 小熊貓很喜歡保持清潔的 有了牠,一定可以收拾得很快的 小熊貓很快就來到晉晉的家啦 大家分工合作,跟晉晉一起打掃 經過了大家一番努力,晉晉的家裡變得很整齊啦 晉晉她覺得很開心呀 於是決定邀請大家在新年的時候來家裡拜年 想知道他們新年在晉晉家裡會發生什麼事 記得留意下一集啦 咦,看來小熊貓真的幫了牠們很大的忙呀 是啊,小熊貓幫忙打掃之後 一定要多吃點東西補充體力才行 小熊貓會吃什麼呢? 嗯,那不如我們又玩個小遊戲吧 聽一下小熊貓吃東西的聲音 再猜猜牠吃什麼呢? 好呀,看誰猜猜吧 等一等,感官先發言 先聽一下 好像是脆的食物 是不是蘋果呀? 還是竹子呀? 小朋友,你們一起猜猜吧 原來是竹子呀 對啊,竹子是小熊貓的主要食物 但是阿達也不用太失望 其實剛才你提到的蘋果 都是小熊貓的食物之一 除此之外 小熊貓還會吃植物的根莖和果實等等 甚至鳥蛋和幼鳥 原來是這樣 搞起食物,我也有點餓 不如我們去吃東西吧 好呀 阿星,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這裡拆禮物 那拆完禮物之後 你打算怎樣處理它? 我還沒想到 我有一個主意 不如我們一起來守護地球 教小朋友用一些無用的紙袋 去做動物面具吧 材料很簡單 有無用的紙袋 張弧筆、水筆、膠紙、剪刀和廢紙 我們這次還準備了小熊貓的圖養 小朋友,你們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下載 或者你們也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動物 首先,我們要把圖養上的這個部分剪出來 小朋友在使用剪刀的時候 記得要有大人陪同 剪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剪一大塊的紙袋出來 把紙袋的部分跟著小熊貓的樣子 剪一次,剪成這樣的樣子 難不倒我的 已經剪好了 那跟著之後怎樣 現在,把剪下來的部分 貼到小熊貓的臉上 然後畫出小熊貓的耳朵 鼻、眼睛的大概位置 會不會這樣 對了 跟著就可以把眼睛剪出來 剪好了 那是不是完成了 還未得住 我們還要把廢紙捲起來 再貼到面具的背面 可愛的小熊貓面具大功到成了 你看是不是很可愛 我也有 小朋友,你們看我這個 看我這個 不是,看我這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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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魚 你很冷嗎? 為什麼穿這麼多衣服? 今天天氣真的很冷 小心點 小熊貓正在睡覺 所以我穿了一件厚外套 戴上頸巾來保暖 我們人類平時就會穿外套來保暖 不知道動物要保暖的時候 會做什麼呢? 我知道 小熊貓主要是用尾巴去保暖 什麼? 尾巴是怎樣幫牠們保暖的? 小熊貓主要生活在海拔比較高的地方 氣溫比較低 牠們的尾巴又長又蓬鬆 正好被牠們用來蓋著身體保暖 就像我們的靠枕 就不像模仁一樣 小熊貓蓋著尾巴睡覺的樣子 真的超級可愛 說起來,我也有點睏了 我是時候會睡睏 下次再見吧 再見 又到了你問我答的時間 不知道這次小朋友有什麼問題 我們一起聽聽 我是陳朗希 我今天想問你 就是熊貓吃竹還是草 謝謝陳朗希小朋友的問題 大熊貓有時會吃草和果實 但牠們絕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竹子 因為竹子在牠們的居住環境裡生長得很快 而且一連四季都可以吃得到 但是竹子給牠們的營養不是很多 所以牠們要吃很多來取足夠的營養 牠們會用超過半天的時間 力吃將近二十多磅的竹子 就好像一個三歲小朋友的體重 怎麼這樣 今集你問我特惠時間又差不多了 沒有被抽中的小朋友千萬不要失望 我們隨時只有機會再解答你的問題 小朋友 記得要發送不超過三十秒的錄音 去到這個號碼 如果你的問題被抽中 就有機會得到 由小熊熊送出的神秘禮物 不過如果你有其他東西想跟我們說 都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